《连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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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吃饭您好 我是方祖波 我是邓副波 年关将近了 不知道我们邓副波准备怎么过年 我大概要回南部 回老家 看爸妈在屏东 那车票买好了吗 不急嘛 还不急啊 听说十四号 十五号 两天火车票卖完来 你知道我工作人物吗 我可能有办法从 从 邓副波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今年买车票可是没有任何特权 所有的人都要排队的 真的啊 所以啊 你怎么办呢 那大概就叫我爸妈自己坐车上来过年了 哦 哦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 十四号 十五号 两天的火车票呢 已经卖完了 所以大家要利用公路 同时呢 希望一些游子 希望回家过年的 也能够提早做计划 以免饱受塞车之苦 到时候反而扫了回家过年的信 那么我们国内呢 到了年贯将近的时候 也举办很多的尾牙 那么很多人在吃尾牙的时候 难免要喝酒 到底喝酒高兴还是不高兴呢 于是有一个新兴的行业 就针对喝酒而产生了 今天我们希望你能赚钱 就针对喝酒而有一个新的创意 那到底是什么呢 待会再说 现在先请收看我们的新闻词典 欢迎收看新闻词典 我是梅博士 又到了我跟各位解说 新闻用语的时间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年关要近了 相信大家在报纸上 经常可以看到 公务员年终奖金 以及公务员薪水调服的新闻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公务员 公务员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来告诉大家 我们照字面上的解释 也就是说 吃公家的换 拿公家钱用的人 他就叫做公务员 不过这个公务员 涵面非常的广 包括了军公教人员 还有国营试验的员工 以及大中小学的员工 工友等等 不过像名义代表 我们就绝对不能说 他是公务员 我们必须要说 他是公职人员 因为我们必须提醒他 是要做事的 不能忘记了 那么还有呢 像有些真正非常辛苦的 在那里马不停蹄的 畏工而忙的公务员 我们也不称他公务员 我们称他为公仆 不过在这里 我们要透露给大家 一个小秘密 那就是经过我们研究的结果 我们发现公务员 这三个字 已经成为我们人民 心目中的评价标准了 怎么说呢 这个是有实力可行的 比方说第一点 这个公务员薪水的调伏 就成了我们通货膨胀 物价起飞的一个轰向球了 好像表示公务员 只要一加薪 就表示我们的物价要涨了 那么第二呢 公务员他也是我们全国 这个人民上班时间的 一个笑话对象 无论他的上班时间 加班时间 放假时间 很多的这个公司行号 都希望能够 效法他来做 所以说呢 这个公务员 他也就成为了 我们这个劳计法的楷模 那么当然也是很多 私人机关 这个雇主啊 他们恨得牙痒痒的对象 那么第三点呢 他这个实力就是说 有人说如果你想要认识新闻 知道新闻你就去请教公务员 为什么呢 我想大概是某一些公务员啊 报纸看的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能知天下是公务不谈 吹牛啊 新闻他可以侃侃而谈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是不是每一个公务员都这样 那当然不是的 可能是某些公务员这样做 引起了某些人 对于公务人员产生了一种错觉 比方说你的服务态度好 他就会说哎哟你的服务态度很好啊 但是如果你的服务态度不好的话呢 他就会说什么啊 服务态度这么差 好像公务员一样 你看 其实只是少数的人服务态度不好 但是呢 就会有很多服务态度好的公务人员 就要为那些服务态度不好的公务人员 来背黑锅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公务员 为什么成为人民心目中 评价标准的原因 其实在我们古时候啊 我们老百姓见到公务人员 都要称呼一声大人 不过现在时代不同啊 现在啊 不能够有大人情节的官架子 而且一定要好好认真拼来做事的人啊 他才真正是个公务员 哎 不过现在啊 功利主义盛行啊 真正想好好努力 认真做个好公务员的人 实在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想要当公务人员的人 好像又越来越多了 明天见 又到了我们影剧新闻的时间 今天这一刻等了很久 来 方主播 你看我今天这一身 你这身衣服 特别来宾看了以后 会不会觉得很帅 是不是 老套 不是 我说我这一身的药味 会不会很重啊 我昨天那个骑摩托车摔了一下 到现在脖子不能动 这边都贴得满满的 好极了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进行一段 非常精彩的访问 不受干扰了 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方继维 好 先生好 你好 方继维 方继维 永远给人家的感觉要是这么的清新 这么的美丽 谢谢 对 邓夫伯 请跟我问好 谢谢 他跟你问好 邓先生好 好好玩 没有 方继维是很多学生的梦中情人 而且不光是他们 在社会上有很多已经在工作的人 也非常喜欢他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方继维 很清新而且也很敬业 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 那你自己被选出来当梦中情人 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呢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那书也念的不多 觉得自己就是很笨 缺点很多 那今天能够说到大家喜欢我 就是很高兴 谢谢他们 方继维你谈谈 那你对于这个五个人出专辑什么感想 是互相比来比去 踢来踢去 还是怎么样 不是五个人是六个人 哦 林李维吗 不不 方继维你要原谅一下 我们的邓副伯 常常他有的时候资讯不明 五六他也不太认识 李维是第七个 李维算第七个 我听起来李维是游七的 来谈一谈你们这个 录这张专辑的感觉 我们录这张专辑 非常的刺激 因为我们全部武装嘛 就野战部队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请了一个教官 就从头到尾军事训练 然后卧府前进 当天非常的辛苦 全部的人都受伤了 然后也都不敢讲 因为都很卖力在做 然后我们录这张专辑 是最重要的是 因为平时我们都自己 弹吉他唱歌嘛 大家在一起都很快乐 所以想换一下那种 节奏比较快一点的 所以我们就自己跟公司意见 结果就出了 我想你们大家一起在做这样辛苦的操练的时候 之所以吃苦还不敢讲 主要的会不会是因为怕奖了被换掉 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自己哪一天能够当军人 试试看他们的那种感觉 我想也不必急着说等到哪一天 现在中东战争蛮需要冰的 你有没有意见 我可以去 你可以去唱歌给他们听 嗯 我想也是 好 其实方静岳真的是很可爱 我们也来看看她带来的一段影片资料 这是我和潘美成到西马尔巡回演唱会的 我特别去穿了一件新娘装 那这是我跟那个林云 然后潘美一起学校演唱会 那这个是我画画 然后潘美成伴奏林云演唱 哇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为过年拍的照片 因为我们很顽皮 然后玩了一整天晚上才拍到一张 好不容易 因为念婷喜欢打羽毛球打得很好 所以我们经常出去运动 这是潘美成帮念婷做的电台OS 那这是世界地球日 环保日 那这就是我们六个人呢 退伍当天的照片 台式台 台式台 小安哥都副交 听到请回答 我是小安哥都 干老子的今年一开始啊 过九八人 我同你们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 不要把一个作战演习的计划给公布出来 你们就是不听 像这一次啊 我们那边不是举行两个打演习 一个是登陆演习 另一个是远程空降作战嘛 结果呢 现在他们这边都知道了 包子也登出来了 老子的你们是打这吧 讲出来干个啥子哦 讲出来他们这边知道了 他们不就是会有危机遗事了嘛 他们就会以为我们那边要对他们 有所行动嘛 那他们就会紧急起来嘛 那我们还给个啥子名 打个啥子疲倡啊 所以呢 真不是我们要把你们 好不好 你们呢真是要好好检讨一下子 不过 不过这个话说回来 我觉得他们这边的人啊 也是不怎么样的 这么说这个话呢 那这个伊拉库公大库委托啊 这个一天就打下来了 那他们这边的人呢 也是不觉得这么样的 也是没有啥子危机遗事的 好像呢 还是比较关心股票 或是脸中将军发不发个问题 甚至于啊 还有人说 说这个台湾搞太多啊 我们要是打过来 这个外国人还会帮助台湾 干脑子的办个啥子啊 这个伊拉库小小的地方 这么多个鬼家去打他 还不是照样打的 是脱魂烟花的啊 一天到晚要求我们 不要无理翻台 我怎么好答应他们呢 就算是我答应他们了 我们讲话呀 想来就是跟房皮子一样的 这个说饭店就是说饭店的 我说一个叫做说过的嘛 这个隔壁不是亲客吃饭 隔壁不是人一道的 隔壁就是不这手段 好不好 听懂了吧 好了好了 我明天再报告了 集聚啊 集聚啊 这个演习的事情啊 千万不要乱公布啊 等一哈子 等一哈子 还有一个事情 不要乱公布的 那就是呢 假使说有一天我隔壁了 我是说假使说啊 你们千万不要让这边知道 好不好 好了好了 我说的就照搬了啊 好不好 哎呀 要是我瞧鞭子咯 我是不知道他们这边 会不会有啥子的危机遗事啊 不过呢 我敢肯定地说 我死的第一个天了 他们这边的股票 是隔壁子里一定会上张 也缺了 还是一路敞红啊 哼 我是有了 又了解这边的人哦 豆腐波参加几个尾牙啊 尾牙 我现在你知道 现在工作人物嘛 难免应酬了 很多了 那结果呢 整天被罚钱 怎么会被罚钱呢 你知道啊 现在交通警察每天在路上 举行那个酒精测试的那个领检嘛 哦 我知道 就是用一个仪器放在这边测试 酒精的浓度 如果超过0.25毫克的话呢 就不合乎标准了 那你是多少 我不知道啊 可是每次我一吹啊 它那个东西就炸了 所以观众朋友大家要注意 喝酒就不要开车 开车就千万不要喝酒 那么当然有很多人 也不一定想喝酒 所以他就希望有人来替他挡酒 于是我们今天希望你能赚钱呢 对于挡酒 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 方主帮 其实我刚才讲 那个虽然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酒器不是那么重 你摸摸看 我们来看大家一起来赚钱 不是 不是 希望你能赚钱 当不住 当不住 当不住的感觉是清清快乐 当不住的感觉 对 现代人的交际应酬都特别多 那交际应酬的时候就难免要喝酒 可是有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喝 有的时候你又不想喝 因为喝多了你就会 党不住 党不住 党不住是吗 党不住的没有关系 找我们党得住党酒公司 保证是党得住的 你不要说大话 他们欠酒的人 什么方法都有 你都党得住吗 当然是党得住的 我们党得住党酒公司 都是一流的党酒高手 而且就分成内厂外厂 来帮你党酒 保证是党得住 党酒公司是吧 你们那个台老板出来没有啊 我在餐厅等啊 快点啊 台老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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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一直在等你了 我今天在这边设个席 招待我两个客户 他们两个人很会喝酒 可是我一点都不愿喝酒 这万事拜托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呢 这个喝酒的事情呢 就交给我们党酒公司 来做就可以了嘛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去啊 你是谁 我是千杯音啊 对 对对对 我都忘记了 你就是我们党酒高手的千杯音了嘛 那你是谁 我是你客户啊 对对 你是我客户啊 邓总是邓总的 邓总 初次见面 我不太会喝酒 不太会喝酒 那哪里哪里 台老板 这不太妥当了 哎呀 我告诉你的啦 一定妥当的啦 等一下你就晓得啦 我们千杯音小姐很厉害的啦 等一下你朋友来啊 你就跟他讲 他就是你的李秘书的搞定嘛 我还是不太放心啊 不太放心没有关系啊 他在内场帮你把关 我在外场也帮你把关 负责党酒 你就放心了嘛 而且呢 我们还带来很多党酒的工具啊 包装没有问题的啦 麻油啊 牛奶 喂 喂 对 你把这些统统吃下去以后 会在你外壁上形成一个保护膜 就不太会说罪了 好 我跟你讲 最重要的就是这块肥猪肉 你把这肥猪肉 整块给它吞下去 吞下去之后呢 你就不会酒醉了 不 还要不要 我跟你打个商量 肥猪肉不要了 我加一千块 不吃肥猪肉 加一千块是吧 不吃肥猪肉 那就不吃好了 等一下 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 我是谁啊 你是糖酒公司抬老板 我是糖酒的抬老板的 好的 没问题 好的 好的 我走了 郑总 你坐在纸上 那你这个话失败了 你记不住 你去追查 追查 你去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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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请你们两个 喝酒吃饭哪 我今天请你们两个 喝酒吃饭哪 郑总 你好 这位是 这位是 李秘书 这位是我李秘书 李秘书 李秘书 长得那么漂亮 你要多喝几杯吗 多喝 多喝 先干你吃饭 先干 先干 我要先吃点白饭 垫垫底了 少来声音操了 男子还没有在喝酒前吃什么牌 吃饭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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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以前的事情吗 来来 我去你自己 来来 来来 背走 我差点忘记吃药了 医生说我在喝酒 我就要上医院了 不能喝 来来去走 这个每个人都有一风 生病照样喝比较强了 来来来 干干干 喝酒 喝啦 喝啦 这个不行 小郭 小郭 对不起 接一个位置稍稍挂 好 我跟你说 小郭 今天凳子难得 请这个名秘书出来应酬 这样喝酒 就推三倒四的 我没有看 我一定要把它关掉 你哪有没有 好脏的啦 我会的啦 记住了 喝酒 来 凳子 我问你几个问题 猜对了 就你喝 猜错了 就不用喝 我猜你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今年是民国几年 八十年 八十年 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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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第三提最难 这一节题目是 那个 Rép 秦经理 不要一直患我们认总酒 要 给律师说话 来来来来 我去你的律师 这对 我不太会喝酒 temp白 先干回去 好 我先干回去 好 我喝半杯你喝三杯 那没问题 你喝就对了 来来 站住 你不能闲着了 你不开心 喝 真的不能喝 我真的不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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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重 郑重 你这电话 喂 这 这是 电话在外面 到外面去接电话了 对不起 接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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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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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朋友 大家好朋友 回亲你们了 好吗 回亲你们 谭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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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看什么像个卫特一样 我就是要打断成这样子 卫特的样子 才能够把你叫出来 像像理应外合的嘛 我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我就知道你不行了 来来来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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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烧吃一下 这个时候最需要就按摩了 按摩一下以后 还是觉得不行的话 你看有没有解酒的药 解酒的药 来来 赶快吃一个 吃一个 有没有解的好多 有没有解的好多 好多人 我的酒都醒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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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进去 赶快进去 好不好 好 别别的 好 OK 你把你打猪瓜哥 打掉你那边 唠 我不能 你怎么敢吃 我把你那一坨弄死的 你要不要赶快到外面去 到外面去把一坨废掉 去外面 这敢走 喂 喂 喂 唠老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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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醉了真的不行 我先知道你不行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时候呢 赶快拿冰块出来敷衣服 赶快拿冰块 敷头子 你有没有茶 有茶了 有茶 快来解酒 就没有 解酒 再不行的话 不行了 拿个脸盆里边装水 装水 再来去 你们好一点 好一点 好一点了 真的好一点 好很多就好 好 那继续 再喝再喝 再喝再喝 OK 不是这边 OK 第三回合 开始 郑总 你不是说你有两瓶XO的酒量 你有半打绍兴的酒量 再起来喝啊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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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谦卑英小姐 你们党酒公司真是棒 开酒 再喝一酒 再喝 喝 喝酒千万不能够逞一时之快 要是喝酒党不住的话呢 就找我们党得住党酒公司 保证你会党得住的 你的健康是我的胎部 你的健康是我的幸福 我党酒公司 党酒公司 让您在应酬场上所向无敌 耶 党得住 放手吧 放手吧 太好了 再一次提醒大家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而且呢 酒喝多了 他还会有很严重的口臭 会吗 会吗 再见 我先吹 这位是我同事 我们都是上班族的 我今天要讲的一点就是 有一次我在公司门口 看见一辆来车 撞上路边的停车 结果司机下来看看 四边无人 然后就直接开走了 我认为 这是个很不道德的事情 关于这一点我也很认同 现在我们普遍的社会大众 缺乏这种责任心 而这责任心呢 必须要从我们的新生一代 开始培养 而我们呢 为人父母者 必须要进到这种 教育自己子女 养成他勇于认错 对自己负责的一种心理 今天我女儿在此 我也希望呢 她以后呢 长大呢 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 能够勇于负责 谢谢 谢谢 她一周 接着 的 Todo 编辑 还要随时 呢 你是你 是你当我的口吻 粉碎了我的气 当我看见你躲在家落空气 充满忧伤楼露出所有内心的秘密 为何还说不在意 为何隐藏你自己 请你让我伸出手拥抱你